女兒是以龍修林 幾年前死的 幾年前跳樓的 幾年前死的 幾年前跳樓的 差不多四五年了 他為什麼要跳樓 給人家借錢八千塊 沒有玩一分錢就沒有 他是馬來西亞的朋友 跟他做工作同時就在一起 所以你第四個女兒是為了朋友 這個八千塊跳樓 自己沒有錢嘛 裁員 晚上經期日 叫他母親去吃東西 去冰店 切了買一些東西示範 切了買一些東西示範 多給他吃 你的孫女當十幾歲 十多歲這樣嗎 十多歲 那個大學都在中學還沒有畢業 後來他就去學校都沒有退 還沒有中學畢業就沒有退 為什麼咧 母親沒有 父親也沒有 後來 在家裡哭 女兒生你在家裡哭啊 沒有 沒有 那時候已經離婚了嗎 離婚是他丈夫 他父親講的 沒有正確離婚 他講離婚 他母親是廣東人 他不喜歡抄襲人 他跟他母親不合嘛 幾個月就來我家裡出不了了 他幾個月我養到這樣大了 他一分錢都沒有給 所以小孫女是到來這邊給你養大的 我要養大 一談到女兒 老先生老淚縱橫 白頭人送黑頭人 情何以堪 那你的大女兒呢 那女兒沒有工作才演 那後來兩個妹妹不在也是想要見 他是看到妹妹跳樓嚇到 對 整個人變了是嗎 他每天就在家裡幹嘛 他坐在裡面 不要出來 你有跟他講話嗎 講一下子 沒有了 他就住在家裡啊 這樣呆呆坐著 你想一下 他是在想妹妹是嗎 他跟妹妹感情想妹妹是嗎 他跟妹妹感情很好是不是 妹妹一定要 妹妹不在那裡 會痛苦 從前睡在一起 從前睡在一起 應該很痛苦嘛 無法排解心裡的憂鬱 也不懂得尋求援助 以至於精神狀況越來越差 那安哥 春亮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有女朋友呢 還有做工呢 為什麼會分開呢 搬家我搬家 反正有一點點差 兩個妹妹不在 嚴格嚴重啊 所以是因為 兩個妹妹的事情發生 一想到大姐跟春亮的 精神狀況出問題 那第二的那個 有影響到嗎 還是啊 我也不知道啊 也是有一點點啊 通通是這樣的嘛 所以都是精神有一點問題 對啦 情變 加上妹妹的事事 讓她的精神也脫軌了 你叫什麼名 春亮 春亮 你歲 十歲 二十九歲 長大伯 二十九歲 然後姐妹 跳樓西 跳樓西 見樓西 然後 然後 然後再給她 姐妹 跳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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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樓西 跳樓西 跳樓西 人家講我 不可以啦 你的家也靠我 那你跳樓 完蛋了 你沒人家 你也沒有想過跳樓 有些想 有些想起來 那你跳樓西 要照顧這家人 可是我覺得你頭腦還很清楚 你還很堅強 可是你又 又哭又很傷心 那你傷心 所以你永遠流眼淚 沒法子 我不要哭了 要流出來 沒法子 那你也不再想 那你永遠流出來 不是需要哭 哭肯定要笑 我就不 沒法子 忍不住 想起來 可以慢慢放著 很顯然的 老伴兒的精神狀況也不好 孩子無法分憂 兩個女兒又早逝 一家子的命運堪憐 假如我死了 我的兒子就完蛋了 很多人要打他了 為什麼呢 看他這樣嘛 呱呱呱呱呱呱呱 我最憐憐 我那字好不好 拿來畫 我自己丟掉 我都洗粉경的字 丟掉的人就發狂 丟掉的人就發狂我 我人就去好好做到 很厲害 一個引字都沒有 你痛苦不痛苦 春涼喜歡寫字 平時就窩座在店家外的走道 图图写写 现在我没有煮 没吃三十多块 没有吃 那你怎么吃 因为我来煮 拉筋面 一直煮 一吃三个吃两个 没有吃饭 没有煮饭 有啦 有些吃好一点 你吃好一点是怎样的好一点 有些吃的饭 三块多 两块多 这样就好一点 你们两个人的身体状况好吗 心肠病和血压 麻烦是一样的 这个人 心肠病和药还要准备 我不要看医生倒上去了 我不要看医生 医生麻烦你 你死了 后来我想 没钱 还这样 慢慢完掉 就跟你想法子 两个月五十多块 老婆五十多块 还没有完 通通要钱了 你看我这感觉 可以死了 不可以生病 OK 叔叔 我在想 我们可能最基本的 我觉得你还有一个小孙女 二十岁 要跟你一起生活 可能你没有办法 也没有力气 把家里整理干净 我们帮你把家里整理干净 其他的事情 我们会帮你去做安排 我报到现在啊 你交到会 你完蛋了 是是是 对 今天很多男人呢 一片他去赚钱啊 叫他抽烟啊 有吗 你有发现到这个吗 他都没有跟我讲 我都没有看见到啊 所以安哥 我们帮你收拾好你的家里 收到干干净净 他就有心 有很想留在家 不会想要跑出去 所以你你你 你愿意吗 这样子 干净就愿意了 我现在没发指了 这个 因为 肮脏不是我要的肮脏啊 对对对对 我又想赚一点钱啊 不是我要肮脏 对对对对 没发指了 你放心啊 我们不会把它丢掉 我会把它卖掉 好不好 好 好 安哥你放心啊 你放心啊 这个人很痛苦了 做得这样 没发指 刚的居住环境 是在匪夷所思 间接也影响到家人的健康 要改善 单凭老先生艺人的力量 谈何容易 我一踏进去赖老先生家里的时候 看到那三张遗照 包括他自己那两张 为自己已经做好身后室的 准备的照片 感觉他整个家里好像被 感觉他整个家里好像被 一股阴影 赖先生他们家的个案是 基于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 开始帮忙为他打理 所以我们觉得最基本的 就是希望从他的生活环境上面 帮他做一点改善 最起码能够有一点 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 当我第一步踏入赖老先生家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家庭环境 跟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我真的是很震撼 这么戏剧性的家庭悲剧 竟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赖老先生几度落泪 听到他的故事 我真的是很心酸 可是我看到赖老先生这么坚强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 我真的是很心酸 感谢观看